各位傳媒朋友,想回應兩個議題,先講港珠澳大橋,因為今天我有一條口頭質詢, 剛才民主不幸,局方都不肯直接回應一個最關鍵的問題,除了治標之外,如何治本? 大家如果記得的話,我在大橋出事東沖淪陷的很早期,第一份的聲明,我手上拿著一份,我已經講了幾個很關鍵的重點,當時我記得很多同事都是觸錯用神的,就算治標都好,他自然倒標,包括出來說什麼班B6站, 甚至有同事說不如B6,不要走車,取消這樣,我一聽就覺得這個是斬腳趾被沙蟲的做法,也都是會添煩添亂的,剛剛的星期上個禮拜的特首答問的時候,林鄭月娥也都其實某程度確認了我說這一點的,原因是什麼呢? 因爲取消B6站,當然影響本地居民,但是就算搬去比較遠的地方,所謂無眼市乾淨盲,其實你是不會乾淨盲的,因爲跟同事稍微做少工夫,看回數據,數字是不騙人的,其實最淪陷過一個星期,萬一人裏面,有7000人一落到東沖,其實立刻乘車走的, 留在這裏只有三四千人,那如果你將那站搬去更遠離那個鐵路,令到的結果就是,在地面流傳的不適路的人潮是會更多的,是會令到這件事更惡化,那當時我看數據分析,已經看了一個很重要的重點,在那個文件那裏就是,其實有五分一的人,大約幾千個, 是根本呢,入了香港境,是沒有搭車走的,就是回檢疫大樓之後呢,去走的,那就是說呢,那些是我所說的,純官僑團,那我當時已經有幾個建議,那今天都難得,政府其實這幾個禮拜,這兩個禮拜呢,見到他都是,吸納了我們一些建設性的建議,第一就是東人工島,這個也是我們,第一天發聲明,和和局長說的建議,東人工島未入香港境,會不會有一些團,純官僑團,在東人工島, 可以停一停留,甚至有些購物點,作為旅遊點那樣,那政府似乎,現在是和國內吵相近會做啦,那不入香港境,就更簡單啦,第二就算入了香港境,可不可以在口岸大樓那裏呢,直接有一些專用通道,以至會有一些購物點,那政府現在呢,都是說會做的,那我自己是歡迎啦,雖然呢,著手現在去做是慢了一點點,那我希望,來近這個禮拜呢,會見到一些東西的,其實如果作為一個臨時的銷售點, 零售一些的貨品呢,根本不用很煩,大家去過商場都知道啦,逢星期六日都是招航晚策的啦,是吧?一樣是有很多的那些的promotion,那些推廣活動,招航晚策做到的,那我覺得現在這一刻呢,如果商店未搞定,未ready,政府不要拖啦,找一些的承辦者,盡快提供到一些呢,臨時短期的措施,止住cut先,長遠呢,都必須是要擴大這個,口岸大樓裏面的商場,店舖呢,是會擴大那個銷售點, 還有銷售範圍,現在大約呢,只有那六千多平方呎是不夠的,那我希望那個是可以做回多一點點,那但是,縱使政府做了這兩項都好,我覺得這個都是治標的而已,佔不到本的,因為隨著政府的數據所講,現在,入境香港的,廣焦大樓的人流,只是佔到原本的十分一的而已,那如果將來,真是可能,就是全部達標了,甚至超標了,那怎麼辦呢,兩年後,2020年, 就是這個,赤立國連接路呢,去屯門呢,只需十分鐘而已,就會通車的了,那會不會說,東涌那麽壁呀,那我們到屯門買東西,那是不是下一站屯門,下一站是荃灣呢,那我覺得呢,民居的地帶始終是不適宜,作為這樣的旅遊的景點,或者變成呢,搶購,日用品,或者零售市場淪陷的地帶,那所以我自己覺得,最重要的關鍵位,就在香港的旅客,承載量是多少, 政府會定立到一個承載量的指標,並且呢,控制國內旅客入境人數,那這個做法很簡單而已,今天我只是問簽註怎麽樣做法,簽註這麽簡單的問題,竟然呢,第一,今天就找了不對,新位的局長來回答,找雙經局回答什麽呢,我三條問題,一條呢,叫擦邊雙經局回答得,其他兩條都是陳凡,陳凡坐在旁邊,一句都沒有坑過,離了大譜我也可以,為什麽你不回答一下問題呢,簽註啊,現在我們限制深圳居民的簽註,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擴大到去珠海,和周邊地帶,一個很簡單的常識,你限制深圳居民,為什麽呢?因為上水,淪陷嘛,限制完之後稍為好轉一點,雖然都未解決問題,都沒有那麽慘嘛,是吧?那現在輪到珠海,多了開放的景點,多了口岸,很自然你要限制珠海,今天邱騰華答什麽呢?沒有這個考慮?有沒有常識,有沒有邏輯的?我覺得這個很離譜的答案,基本上是不回答,當我追問的時候,他說他不會考慮,我覺得政府 那是不負責任,是不是又是,這一種的慢的姿態,慢的行動,慢的手腳,永遠要延續,就是問題出現的時候,你私政府會做事,你不可以做到居安私危呢? 這個數呢,不是我們作出來,政府自己有統計的嘛,你自己估計,大橋的人數是會達標,還會是多出現在,八、九倍喔,如果是這樣的話,為什麽現在不做這些措施,傾定旅遊簽註,珠海及周邊地帶, 但是,總之經大橋,無論珠海也好,澳門口岸的國內居民,要來香港,要拿簽註 第二個建議,我覺得一周一行都不夠的,因爲,現在只是北區,處理深圳一周一行都那麽多了,你還來多一飯,只是一周一行,兩邊夾擊會不會很大劑? 那我是覺得要檢討這個一周一行政策,除了擴大簽註範圍之外,那個次數是要減少的,那我覺得一連八行是一個合適的數字, 那基於政府的統計,是的,其實來香港的旅客平均呢,都是大約來八次左右的,一連,那我覺得對於一般旅客來說,八次很足夠的了,那也都呢,是限制到一些走水貨的情況出現,那我覺得,這一點上,我希望政府呢,不要再做駝鳥政策了,立即呢,快速地去居安施危,回應了我的建議,暫時我見到呢,因爲有一些,我們建議了中期措施,短期的治標措施, 政府是採納了,稍微止住咳咳而已,但是那個病未好,我希望呢,隨著,這個人數越來越多,旅客越來越多的之前,來到之前呢,我們做定一些措施,不要到時呢,又倒捨螺蟹, 但是,人多的時候政府,啊,我們即時又再檢討啦,我們接下來又會盡快去跟進啦,這個真是,是一個很差的施政作風啦,好,第二個呢,想講一下,關於,呃,限制炒黃牛的問題,那我見到,呃,這一兩天都有些同事回應啦,那但是,有一個比較重要的重點,沒有人講的,我想補充一下,那就是我覺得,整體來說呢,我三點啦,回應的,第一個,政府整個回應,我覺得是比較消極,還有拖延的,有什麼理由,限制黃牛飛, 你呢,要去到下年年尾,第三季,才做到,即是足足拖了一年啊,大哥,現在做什麼啊,即是不,又不是叫你起什麼,基礎建設,又不用打樁,又不用飛天頓地,為什麼要這麼久呢,諮詢,即是我覺得這個是,一種太慢版拖延的作風,即是整個政府,在施政上都有這樣的態度,我覺得是很差,是不是要多幾場,呃,這類的娛樂,或者一些活動,賣飛的時候說,又說黃牛飛, 又打人,又等等,他才出現問題之後,才又說,加上出來補鑊,說會去做功夫呢,我覺得這個態度很差,那第二呢,就有一個遺漏的重點,就是政府是都沒有提的,就是關於那個自動程式機械人BOT的問題,那,其實近年呢,很多市民都說,就算在網上購票,不要說排隊,網上購票都是按不到的,你由早到晚按手機,按到電腦,多管齊下,真是,幾部一起開都不夠人按的,那為什麼呢,就因為, 因為有自動程式機械人,有些集團呢,根本很簡單,你寫回,呃,一千個,幾百個這樣的自動程式機械人,在每部電腦去行,呢,其實是不太貴成本的,而它永久可以用的嘛,那我舉一個實例,是證明到這個情況依然是存在的,就最近呢,大家都知道,天王劉德華不是取消了公開發售門票,因為打架那件事,那之後呢,是不是因此就好了,不用公開發售,應該只是在網上, 全部在網上購票,又多了供應了,街外都沒得賣,那我們容易按到,不是,市民和我們回應的反應是,一樣買不到,兩東西就按了,那我很肯定,這個和自動程式機械人,是有幾大關係的,那只要一天政府不立例管制,就做不到,而立例管制是不困難,事實上這一兩年,英國和美國都立了發的,就限制不准用自動程式機械人來購票,那我覺得政府是值得試一下去做這件事,但是今次呢, 是零提出,完全沒有說這件事,我就擔心呢,就是我們一方面引導市民去關注,我們在外面排隊賣不到票,或者排隊又被黑社會客,被人打,排第一邊排一千這樣,除了因為這樣之外呢,你一天不搞定那個自動程式機械人的話,就算你在外面的公開發售,做了什麼措施都好呢,去到最終,一樣是有市民呢,是受害,是沒辦法買到票,一樣是被一些集團,是被背後操縱的黑手弄斷了,那另一個呢,觀點我比較另類一些的,就是那個 那個內部認購那裡,就是八成內部認購,兩成就公開發售,那個比例,我自己是同意,要調一調的,因為這個比例呢,是很壓倒性的,很不合理的,也都導致我們剛才說的賣票的問題,不過呢,我自己覺得呢,政府說要,先拿業界共識,跟著呢,社會共識才去做呢,這個也是另一個託詞的, 即是我們見不到他做這個明日大禹的時候,講這樣的東西,我們剛剛叫他那些那麼重大的東西,你就麻煩你拿社會共識,問一問先去做吧,他就不會這樣做的,反過來呢,這個,就是買張票而已,你就說要拿社會共識,那當然呢,我自己覺得是要調整的,不過我也有一個擔心,就是有不少消費者,或者一些歌迷會,向我們反映的,因為我之前幫我幾個歌迷會就在這些案件上面去做功夫,他們擔心一樣東西就是,如果一下子捏到那個比例, 是很小呢,會不會反而都是,影響了消費者的權益,就是某些的表演活動,可能甚至不能出現,就是沒有了贊助包底,那我覺得這兩個是需要拿一個平衡點的,即是你既不能夠讓他,一面獨大,全部內部認購,外面賣得了兩成票,但你又不能夠一下,一刀切,切死他,切到,那如果要虧本的,我也都不寧願搞了,那到最後呢,受害也是消費者,那我自己覺得最好的做法是什麼呢, 其實現在去到80%一定是太高的,不用爭辯的事實,如果不是都不會軟升再度,那所謂比較好的做法呢,是用一個循序漸進的下調方法,接下來可能借定一個七成的指標,如果都依然的情況,不是改善得很大呢,可以去到六成,那我覺得呢,總是透過這個過程呢,是可以摸著石頭過河,去找到一個平衡點,那否則,現在政府空口講白話,我們問一下業界,業界的,當然是覺得最好不要減啦,是吧? 現在很多人出來說啦,很多協會又出來吵,不應該動,甚至可能有些人說要加大,現在都不夠數,那這樣,那消費者一方面,當然希望多些買票,但是買到盡,全部是透過一邊去做,可能的結果是令到一些表演長次都出現不了,而另外一個擔心的影響,消費者對我反映就是,他擔心門票,會不會在,因為沒有了贊助之後,公開發售門票是,價格會大幅提升呢,那這樣,所以我自己覺得, 我覺得最理想的做法就是,透過實證的,驗證的方式,政府現在肯定見到八成的問題的話呢,就減到七成啦,循序漸漸方式去試一下呢,我覺得這樣是比較務實有效的做法,除了那個結果,如果七成都未夠的,六成半,六成,如此類推,減到一個平衡點,就在那個點路停,那是最幫助消費者,保障他們的,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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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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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中國人的外國人 大家知道 香港每個地方都在外國人的潛艇 都在外國人的潛艇 我們只能不能 1.3億人的潛艇 我希望 其實有一個 為中國人的潛艇 現在的潛艇 住几,而不是珠海和其他閃東地域人士 所以我覺得這個規模的規模 應該延伸到珠海 然後去控制人民的影響 我自己覺得這個是剛才梁君彥第一次對我這麽好突破到盲點 問為何不是運防局答這個問題 我覺得雙京局答某程度好像這樣說 他都借力打力 美食車政策最近被人救病 他將美食車政策講到成為一種重要措施 在這次事件上可以既認到需要 亦都希望透過美食車吸引市民 吸引旅客 但我覺得這個聽上去其實挺笑話的 我不猜到珠海廣東一帶 大家都知道食在廣東 大家來吃東西不用來香港 老遠乘這麼貴的車 港珠澳大橋還是入境最貴的通道 然後你就為了去參觀美食車 當然我不介意 既然我現在疏到人流 乘B5車去到欣澳 順便放些東西在這裏 乘搭上上風車 輪到美食車乘搭上上風車 可以多些生意 我覺得沒甚麼所謂 但這個是因果關係 和我們處理港珠澳大橋旅客太多 和我們正在處理 希望長遠香港的旅客人數 有一個合適的上限 既讓香港經濟旅遊業 發展得到的通事 不會影響到民生的措施 我覺得這個是合理的 但美食車很明顯就是 即是搭單式 隨便說開 由他去說 他便搭了自己的東西 所以今天其實答問題 應該是陳凡 不應該是邱騰華 OK 好 謝謝